不过呢,现在是 不是那个刚摘下来的茶 因为现在没有摘这个茶 这个只是示范 真正炒茶的话,从新鲜的叶子 等到它炒好的话,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需要一个钟 对对对 不过呢,它那个炒茶的话呢 会加一点东西 会加点什么东西呢? 会加一些这些东西 你们咕一咕,这个是什么东西 是像油一样的东西 其实是油脂,不过呢 这个不能用其他的油 这是茶叶本身的油 茶叶本身有油吗? 有,刚才说 茶叶会开花也会结果 它的种子里面含有丰富的油 炸出来叫山茶油 或者茶籽油 那么这是一种植物油 首先要跟你们讲 这个油的话呢,它的营养价值 不比橄榄油差 不要以为 哎,西班牙出的橄榄油很好 对血管呢,很好 其实呢,这种油 非常适合中国人吃的油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中国人喜欢炒那个菜 是那个大火炒 对 如果是那个橄榄油的话 你用大火炒的话呢 橄榄油的营养成分会破坏 橄榄油适合呢 低温炒 或者呢就是凉拌 这种油的话呢 它可以高温盆调 那么它跟橄榄油一样 里面含有呢 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大 咱们叫不饱和脂肪酸 脂肪分两种 饱和脂肪酸 和那个不饱和脂肪酸 饱和脂肪酸的话呢 一般的油脂里面呢 都非常多 特别在动物油里面 非常多 吃了之后的话呢 容易斗杀会滚 这种油的话呢 吃了反而会是疏通血管 软化血管 所以这种油用来炒菜也很好 不过你们在超市里面 买到那种的话 不是这样的固体 是经过再精炼的 是那个液体的 那么它呢 这个油的话呢 是用来炒茶的 怎么样用 先放后放 先放 放了之后呢 拿这个布 给它锅底啊 给它抹匀了 跟着呢 就把那些 刚刚采了一些 深性的液 再放入去 为什么要加油呢 因为刚刚加了那些 液的话有水分 用于七个窝底 窝底的温度呢 有100度 锅底这个温度 刚炒的时候有120度 所以它要摆一点油下去 这样的话 润滑这个窝底之后呢 它不会炒焦了 不会粘住这个窝底 现在已经有了 这是茶籽油 不过呢